中国四方股份公司1月31日发布消息称 该公司当日与阿联酋阿提哈德铁路公司 在北京和阿布扎比两地以视频连线方式举行签约议事 签署了客运内燃动车组项目供货合同 这是中国客运内燃动车组首次出口阿联酋 将助力阿联酋首次建立干线铁路客运服务 2月23日阿联酋宣布启动全国铁路网 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迪拜酋长穆罕默德在阿布扎比主持了开通仪式 并登上中车灶高速内燃动车组 穆罕默德说阿联酋今天成功启动了全国铁路网 它连接全国四个主要港口和七个物流区 每年运输6000万吨货物 我们的铁路网促进了我们的经济发展 它表示该网络是一个国家战略项目 到2050年将产生2000亿迪拉姆的经济影响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2022年在阿布扎比举行的盛大国庆庆祝活动中 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研制的高速内燃动车组 火腰在国庆庆典活动中惊艳亮相 当列车驶进现场 阿联酋总统副总统 七位酋长国酋长 以及现场观众都挥手欢呼 阿联酋主流媒体国民报认为 阿联酋庆祝跨越式发展成就 阿提哈德客运列车成为国民目光焦点 阿提哈德铁路公司的客运服务将连接阿联酋11个城市 最高时速为200公里 乘客从阿布扎比到迪拜只需50分钟 从阿布扎比到富查伊拉只需100分钟 预计这些列车将使通勤时间减少多达40% 到2030年预计每年乘客数量将超过3650万 接下来小编就为大家梳理一下 中车四方和阿联酋关于内燃动车组合作的项目大事迹 2022年6月 阿联酋高速内燃动车组在中国中车下线 10月22日抵达阿联酋米尔法车辆段 此后按计划开展了列车编组调试等相关工作 获得阿联酋各方高度赞赏 2022年12月中国中车四方股份公司 为阿联酋国家铁路研制的高速内燃动车组 在阿联酋成立51周年国庆庆典活动中惊艳亮相 该列车是中国企业出口阿联酋的首列内燃动车组 涉及运营时速200公里 是目前世界最高速的内燃动车组 据小编了解 此次活动回顾了阿联酋建国51年的发展历程 展示了阿联酋在轨道交通 航天科技 绿色环保 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成就 该高速内燃动车组作为重要成果 获邀参加庆典 当晚试车驶入会场 面向阿联酋民众展示 获得当地民众青睐 作为阿联酋首个干线铁路客车项目 中车四方出口阿联酋内燃动车组 将用于阿联酋国家铁路 是阿联酋国家铁路建设客运业务的试点示范项目 对于助力阿联酋打造现代化与国际接轨的铁路网络 拉动海湾国家区域铁路一体化进程 造福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相关技术负责人介绍 该车根据当地铁路运营环境和需求 为阿联酋量身定制 不仅在全球同类产品中速度最高 且具备耐高温防沙尘等独特技术优势 是国际先进的现代化高速内燃动车组 展开来讲 该内燃动车组主要有四大特点 一环境适应能力超强 针对阿联酋热带沙漠运行环境 该车采用了适应性设计 在超高温强沙尘恶劣环境下 也能运行正常 堪称奔跑的沙漠勇士 列车升级了耐热 隔热 散热性能 对电器器件 非金属材料 进行耐高温抗老化设计 能够在高达60摄氏度的 极端高温条件下正常运营 采取多重技术措施 为动车组穿上沙尘防护罩 采用三级防沙过滤技术 执行最高级别的六级防沉标准 优化整车密封性和耐磨性 能够抵御沙漠地区强沙尘的考验 得益于强大的耐高温防沙尘能力 列车能够适应阿联酋全境高温 沙尘特殊运行环境 二 技术标准先进 车辆从涉及到生产 形式试验等全过程 符合欧盟TSI标准 同时采用大批国际先进标准 车体纵向压缩负荷最高达到2000KN 满足EN12663强度标准 车体耐状性满足EN1527碰撞标准 CI级最高等级要求 三 智能化程度高 设置强大的智能感知系统 在线实时监测列车关键系统健康状态 保障行车安全 同时采用实时以太网 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等先进智能技术 提高了列车运用维护智能化水平 降低了全寿命周期成本 四 设计人性化 空调系统增强制冷能力 采用8个独立的制冷循环系统 可在高达60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下 将车内温度保持在23度以下 为乘客提供舒适的乘车环境 车厢设VIP一等二等座椅 配备WiFi系统 充电插座USB接口等服务设施 带来便捷的乘坐体验 此外还专门设置车门间隙补偿器 车厢无障碍区 满足特殊人士乘车需求 2023年2月 双方再度携手深化合作 签署运营高速客运内燃动车组合同 此次签署的合同包括 三列21辆运营时速200公里的 高速内燃动车组合 至多20列140辆增购可选项 以及所有相关列车的15年为保服务 按照计划 此批列车预计将于2025年 在阿联酋国家铁路投入市运营 届时将助力阿联酋首次建立起 干线铁路客运服务 为阿联酋重点城市之间 提供更加快捷高效的交通方式 大幅缩短旅行时间 作为阿联酋铁路发展计划的重要部分 此次签署的内燃动车项目组 将用于服务阿联酋国家铁路旅客运输 成为阿联酋首批干线铁路客运列车 助力阿联酋建设国际先进的 现代化客运铁路网络 促进阿联酋经济社会发展 造福当地民众 阿联酋是中国中车 在海湾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 中国中车曾先后参与 阿联酋多个货运和客运列车项目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知情人士表示 沙特正考虑在对华的部分 石油交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 虽然消息尚未经证实 但沙特此举将在一定程度上 削弱美元在全球石油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也标志着世界第一大原油出口国 沙特向亚洲倾斜 早在2016年 中沙两国就启动了石油交易人民币结算的谈判 但进展一直缓慢 但今年一来 有关谈判明显加快了步伐 如果中沙之间的石油交易 最终实现以人民币结算 是否意味着沙特向东看 以成趋势 这对美元全球霸权地位的冲击有多大 人民币距离实现国际化还有多久 据阿联酋阿布扎比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评论称 在油价强劲的时候 讨论使用人民币交割石油 此举将被视为沙特 加深与中国关系的信号 相比美国 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在过去30年间屡创新高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 沙特是2021年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 中国日均从沙特进口原油176万桶 除了能源合作 中沙两国还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 与沙特2030愿景深度对接 拓展基础设施 贸易投资等多领域合作 2030愿景发布同年 沙特王储访问中国 并与中国签署了15项协议 2017年双方又签署了60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 价值将近700亿美元 涵盖投资贸易能源通信等领域 此番沙特加快石油交易人民币结算的谈判 可以被视为再次向中国发出加强合作的信号 若石油交易人民币结算成为现实 对中国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利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出口国 沙特日出口原油约620万桶 其中25%以上由中国购买 这些贸易若以人民币结算 将显著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2月16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22年1月 在基于金额统计的全球支付货币中 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 由去年12月的2.7%升至3.2% 创历史新高 守住了全球第四大活跃货币的位置 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正在稳步提升 但需要承认的是 人民币据真正实现国际化仍有一段距离 即使中沙之间的石油交易 以人民币结算 也只能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在国际结算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很难改变人民币在国际计价货币方面 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事实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 最后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